有关新泽乱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古偶巨星和灿烂正在热播中 由于演员演技在线 人物情节过于贴合原著人设 更别说女主成少商饰演者赵露丝是作者亲定的女主角 不仅引起了大批原著粉的追更 还引起了很多剧粉关注 单日弹幕量最快速度破亿 可见极好看程度是为人称道的 随着剧情的播出 男女主的情感先一直备受大众关注 他们之间也是千回百转 直到五年后才得以逐渐修成正果 但是男主爱上女主的其他理由 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 林一当众提亲 楼阳和程少商一位家国大义不得不退婚后 程少商受到了京城贵女们的耻笑 而林不宜对他爱护有加 并说他退亲了正好 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娶他了 当下便请皇上行父亲之职向程四娘提亲 程少商不知道林不宜家里的事 但是成家父母门清 又是担忧鸟鸟活泼好动的倔强性子 到了林家不好过 一边又担忧林不宜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亲家 若是鸟鸟有半点不好 就会或连家族 夫妇俩立刻跪下请罪拒婚 不宜于力贬递鸟鸟 希望皇上能收回成命 皇上表示你敢拒婚 你是辱莫龙颜 生怕林不宜娶不到媳妇 而鸟鸟尽管颜面无存 也知道百善孝为先 编到自己的确匹配不上 天人之姿的林将军 可林不宜吃了秤妥铁了心 他本就对程少商一见钟情 正所谓得不到的念念不忘 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 天使地利人和的机会 他又怎么能放过 听到程少商对自己的评价 他很是惊喜 他并不知道自己 在程少商眼里这么好 因为他总是很怕她 程夫人打断他说话 他立即表示 说程夫人也非寻常女娘 依旧密得良人 少商不是世人可以标榜的女娘 但在她心中 她是全天下最好的 也最能与她匹配的 程少商经过一番考虑后 便自己应下了婚约 林二舍弃鸟鸟 两人电亲后 因为欲昌郡主背后的搅乱 林家迟迟不去下聘 林不宜入宫请皇上代为办理婚事 可见她取成四娘的决心 和对她的欢喜 在两人确定关系后 过了一段实属欢快的日子 但快乐总是短暂的 林不宜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郭君华被杀 林不宜心中对于 程阳侯府的仇恨达到了顶峰 为此放弃了程少商 在大婚前也跑去杀了 程阳侯府满门 程少商又是痛恨又是心疼 没有人能拦住她 最后向皇后求请留她一命 被发配到了边疆 而在之前林不宜对程少商刻意疏远 分明是已经下定了报酬的决心 对她的爱并不能让她释怀 当真印了沉默的那句 林不宜和你都是倔强性子 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 以后发生争执 退让受苦不可避免 林不宜走后 程少商一病不起 就此五年 林三恳求原谅 五年后 林不宜从边疆归来 程少商和袁善健已经订婚 而她竟直接让袁慎和程少商退婚 缠着程少商不放 若说她爱她 五年前她毫不留情 和她订婚后又将她弃之不顾 若说她不爱她 她又时时刻刻在她身边 沉默守护 微微地恳求程少商的原谅 程少商自然是不曾忘记她 但是原谅她 她也过不去心中那一关 她没办法忘记自己 如何被她抛弃 在她心中又如何比过去死去的人 而对林不宜来说 程少商就是她生命中 唯一的一束光芒 她不只是爱她 她对她有狼一般的嗅觉和战友 好像她是她的食物般 就跟她当初报酬般 她现在可以为程少商放弃一切 而这也是原善见无法做到的 但是这种偏执的爱 如果在现实中实在是太疯狂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好举好散和体面 才是我们最常对待爱情的态度